5月国内疫情严峻 冲击不少高龄长者的身心健康 振升台中台秉持回馈社会的热忱 今年下半年启动 生动传爱 越在森林中公益之旅 邀请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 携手合作 用美妙歌声传递爱与祝福 长辈们闻声吃醉 场面闻心 从音乐之父巴赫的演奏曲 到台湾在地歌曲 《八哈贵》 《十八姑娘》 甚至融合舞蹈的日本动画神曲《红莲华》 曲目横跨中西穿梭古今 精彩演出博得满堂彩 那我会觉得说 今天来唱给长照的老人家们听 我发现他们很享受在其中 甚至还会跟着打牌子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 我希望音乐能够真正疗愈他们的心理 让他们的心灵呢 获得滋润之后呢 健康也变得好起来 从社区活动中心到校园日照中心 动听抓耳的天籁之音 为高龄长者带来正向能量 还有满满的感动 而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 也应振声台中台邀请 在2021我为你歌唱 生动传爱演唱会献唱 展现合唱艺术之美 以上新闻由振声记者 林安宇采访报道